张氏听着父亲的话 父亲是说 要让婉宁顺利进宫 那我们 张气成摇摇手 你别急 进宫是进宫 是好事还是坏事 却不一定 你毕竟是婉宁的嫡母 没有让她独自进宫的道理 到了宫中 自然有你说话的时候 到时候 你就将婉宁进京 却不回家 不敬长辈的事 透露出去 这样不闲不孝的女子 谁能庇护她 张氏仔细地听着 要让宫里的主子们 都觉得婉宁是个耍心机的女子 自然中以后那些感人的故事 也是赵家人有意为之 婉宁的名声 完了 赵家也会跟着手牵连 这是一举两得的事 你是她的嫡母 这时候先受点委屈 没什么 一切都要以大局为重 张氏抬起头 父亲的意思 我要和老爷 先叫婉宁接回家 这盘棋 他们下了这么久 绝不能在一件小事上 出什么差错 他们委屈求全那么久 还差这一时半刻 张启诚说 都是为了将来 这段日子 婉宁虽然没有回家 一样将家里搅合的天翻地覆 他还没见到婉宁的身影 身边的人 却已经因为婉宁受了责罚 他心里是憋了一口气 连姚家二房 想要过记婉宁 他都没有劝说 老爷将这件事促成 可是没想到 会有今天这样的事 导致如此 还不如让老爷将文书签了 现在就没有许多的麻烦 张氏想着 钻起了手帕 不过这样也好 免得婉宁仗着有姚家族长 和那些达官显贵的庇护 宫里一旦定了婉宁的罪过 谁还会为婉宁说话 他这个委屈也不算白受 张氏想到这里 管氏进来说 绝也 姚家那边来人了 张氏不等父亲说话 静止问道 什么事 管氏毕恭毕敬 说是老太爷病倒了 来看正的郎中说 恐有中风之兆 三老爷请您回去 老太爷的病已经好转了 怎么突然又 张氏想到了什么 抬起头看向张启成 张启成点点头 吩咐管氏 你跟姚家人说 这就让人背马车 送太太回去 管氏退出去 张启成说 恐怕也是为了婉宁的事 张氏点点头 老太爷 气这个不孝的孙女 已经不是一日两日 老太爷在太星的名声 就是因为婉宁毁于一代 现在眼看着婉宁要进宫去 自然是急怒攻心 张启成 张启成失笑 也是好事 姚老太爷都气病了 婉宁的左围 说出去更能让人信服 最好这老太爷因此一命呜呼 姚婉宁就会背上 气死长辈的名声 张氏立即明白过来 张启成点点头 在他下的这一盘旗上 姚老太爷早已经是用过的废字 现在欢歌已经能攥住姚依文 姚老太爷是死是活都无所谓 张氏站起身来 那我回去准备准备 想起张氏这些年委屈求全的事 张启成贪了口气 哎 你放心 将来我们张家不会忘了你的功劳 张氏蒙蹲身行礼 父亲这是要折煞女儿了 从张家出来 张氏匆忙忙地赶回了姚家 没有回屋换衣服 张氏就去了姚老太爷的主屋 刚进门就听到姚老太爷哼哼的声音 姚依文脸色蜡黄 显然是受了一场惊吓 张氏进屋去看姚老太爷 姚老太爷虽然脸色不好 喘气却还算匀沉 并没有病入膏肓的迹象 张氏抿起嘴唇 跟着姚依文去测室里说话 不等姚依文开口 张氏就说 老爷 万宁的事怎么办 闻着从外面飘进来的那苦涩的药味 姚依文说 我是想要将万宁接回家 姚依文望着妻子 父亲不肯答应 张氏先有些惊讶 很快却平静下来 去宫中要有嬷嬷来教李树 婉宁是老爷的长女 不在我们姚家会被人叩病 老爷在衙门里就抬不起头来 张氏像往常一样理解她 那我去大哥那里接婉宁 老爷出面 婉宁定然会回家 婉宁也该借着这件事 不回来 只是父亲那边 不然 请蒋姨奶奶劝劝 眼下总是要先将朝廷的事应付过去 我们自家的事慢慢解决 婉宁毕竟是小辈 只要回到家中先跟老太爷认个错 老太爷心里也能舒坦些 那你去跟姨娘说 婉宁坐在桌子旁写字 在现代她不怎么会写毛笔字 在古代 姚婉宁碰笔墨的时候也不多 以至于她写出的字十分难看 童妈妈进来轻声地说 小姐 三老爷来了 怎么办 您是见还是不见 父亲一定是知道了 他要去宫里的消息 否则不会急匆匆地赶来 现在到了他要回家的时候 他怎么能不见父亲 婉宁点点头 妈妈 拿那些青色的被子给我 我过去和父亲说话 父亲耗面子 不会让人看他的笑话 一个读书人 怎么能让长女流落在外 之前父亲没有将他逐出家门 没有将他过季出去 现在如同握着烫手的山芋 到了他 谈理由 谈条件的时候 我不回家 婉宁看起来很坚持 姚一文皱起眉头 一直在外面成什么样子 名声还要不要 将来要被人怎么谈论 婉宁看向了姚一文 父亲说我推倒了迪木 差点还出两条性命来 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已经被人谈论 一句话堵住了他的嘴 姚一文不禁扬起了声音 那怎么一样 那时候你年纪还小 淡淡的声音 再反过来问他 年纪还小 就懂得害人 那岂不是更可怕 这是他将婉宁送去族里 之前说的话 如今他全部送还 姚一文站起身来 别不懂事 你祖父都被气倒了 从前他若是这样说 女儿都会低下头 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现在坐在椅子上的女儿 却不为所动 抬起头 用轻亮的眼睛看着他 父亲要将祖父病倒这笔账 也算在女儿头上 姚一文顿时目瞪口呆 父亲 不是女儿不想回去 您要护着我 我才会回去 竟然这样坚持 从进屋到现在 父亲句句都是 责备女儿的口气 姚一文看着婉宁 父亲真的做不了一个慈父 对欢歌如何 对八妹妹如何 女儿说了 若是父亲还当我推倒了母亲 我就不能回家 父亲难道不清楚 我是不敢回家吗 掌灯时分 姚一文才回到姚家 张势忙上来说 老爷准备什么时候去接婉宁 切身也好让下人收拾好 姚一文一言不发进了门 如母正将暖炕上的欢歌的东西拿下来 还没霍冬 欢歌的衣服就都准备好了 紫貂皮的斗篷 清断的露皮暖靴 宝蓝色的撒花小耳和裤子 一件件地摆在那里 都在准备冬衣了 姚一文心不在焉地问 张势说 几年冷得早 我就给家里的孩子们先将冬衣做好了 有没有发简的 张势喊手 早就背下了 不光是庶女 连姚一春的两个儿子 一个女儿 她都让人去做了几套 连婉宁的 你准备出来 姚一文接下来的一句话 让张势一正 婉宁不想住原来的院子了 你将我们旁边的院子 腾出来给婉宁 张势睁大了眼睛 那是给欢歌准备的院子 里面的东西 都是按照男孩子喜好布置的 姚一文不太在意 欢歌还小 先将院子给婉宁住 眼见着宫里就要来人 无论如何 她也要将家事处理好 睁了那么多双眼睛 都在看着她 张势惊呼 那怎么行 让婉宁住 欢歌的屋子 那是她亲手给欢歌准备的 别的她都能商量 这件事不行 谁也不能动 欢歌的东西 家里那么多院子 怎么非要住 欢歌的地方 老爷将婉宁接回来 可不能事事都 顺着她的意思 姚一文皱起眉头 那边总算是商量好 她以为张势会一口答应 不就是个院子 有什么不能住 在大哥那里 我已经答应了 她答应要让婉宁 住得离主屋近 章实眉毛高高的扬起来 脸上少了平日里的温婉 老爷忘记了 春天的时候 今天肩来算过的 欢歌住在那里最好 怎么能随便的 让别人进去 婉宁想要住得离我们近 再说欢歌现在不是还没有搬进去吗 婉宁一句句地问她 好像她这个做父亲的 什么都做不到 看着婉宁 她就答应下来 只有等婉宁回来 有些事她才能慢慢地问婉宁 张势摇头 什么想要住得近些 她才不相信 根本就是婉宁打听好那院子 是给欢歌住的 才会要那院子 婉宁是故意要跟她为难 欺负别人也就罢了 现在竟然算计到欢歌头上 人还没回到家里呢 就开始谋算这些 真的住过来 指不定还会发生什么事 张势心里忽然生出了一股怒气 角落里传来妈妈咳嗽的声音 是提醒她 这时候不要跟老爷争 可那是欢歌的院子 张势忍不住说了 老爷 你想想 晚宁定然是知晓了宫里要传她 才故意来要欢歌的院子 听起来是要和父母亲近 其实就是别有用心 张势一眼就看穿了这样的手段 也就是老爷这样死读书的人 才对内宅的事一窍不通 平日里张势都很好说话 今天这是怎么了 姚一文皱起了眉头 那你说离我们最近的地方还有哪儿 是因为家里出了事 晚宁怕被父亲责骂 才不敢踏进家门 这是姚晚宁说的 怕被责骂 谁会相信 如果怕责骂 就不会在泰州跟老太爷顶嘴 就不会不跟老爷说一声 就跑来经理 单独一个人去中医侯府 给世子爷治病 要知道那时候 连太医院的御医都不敢 随便地给中医侯使子开方子 这是多大的胆子 居然说是因为怕责骂 张势不禁心里冷笑 这分明就是装给老爷看的 老爷怎么能相信 张势的眸子里已经带了怒气 老爷 这怎么可能 就算是泥人 还有几分的土性 当年晚宁推我的事 我都可以不在意 可是他不能一二再 第二三地让我这个母亲难做 只要想想要将欢歌的屋子 给出去 他就气得大哆嗦 他可是连回都不该回来的人 却要住在那儿 老太爷是他的祖父 老爷是他的父亲 哪家的小姐敢做出这种事 如果 如果就这样 反正老爷不能依了他的意思 否则 有一就有二 姚依文看向张势 那你说 不将婉宁接回家了 张势和上了嘴 他想点头 却想起父亲的话 为了赵帆能拿到爵位 让他先忍忍 可是这件事 他如何能忍得了 张势看向角落里的范妈妈 那是服侍欢歌的妈妈 范妈妈轻轻摇了摇头 从父亲那里听到 婉宁要入宫的消息 他心里已经有了准备 却没想到一切 已经超过他预想的那半 张势觉得胸口 如同压了一块大石 沉甸甸地让他喘不过气 他要因为婉宁 而忍气吞声 忍忍忍 张势脱力地坐在椅子上 倒也怎么能纵着他 欢歌才是您的嫡子 父亲不同意 张势也不答应 婉宁不肯回家 家里怎么会 一下子乱成这个模样 姚依文看着张势 脸上激动的神情 心里忽然就生起了 一股烦躁 等到宫里来人 你去解释 为什么婉宁不在家 说完话 姚依文站起身 大步地向外走去 范妈妈立即快步地走过来 太太 这时候您可要撑住 不能和老爷闹啊 您不是不知道 老爷这好面子 要不然当年也不会休了审时 这次朝廷里边 这次朝廷里边若是应付不过去 将来要走走师徒 在衙门里也会被人耻叫 如今是六老爷下了大狱 我们家里可不能再乱起来了 这些话他怎么不懂 在父亲面前 他也早就答应下来 可是事情到了眼前 他却吞不下这口气 太太先忍一步 七小姐早晚还会落在您的手心里 这如同从他手里夺东西一样 张氏觉得心刀割一般的疼痛 先应付应付 再说都是家里的院子 从前太太没嫁过来之前 沈氏说不定也带着七小姐过去住过 大不了将来再休憩 您想想 七小姐能占多大的便宜 张氏听着范妈妈的话 渐渐地冷静下来 姚婉宁到底还是个孩子 如果换作是她 她不会纠缠在这一件小事上 会好好盘算 怎么才能脱掉不孝的帽子 怎么才能真的在这个家中站稳脚 到底是个孩子 只顾眼前 没什么可怕的 张氏点点头 闭上眼睛 长吸一口气 你去跟老爷说一声 就说我答应了 明日就让人去收拾 进宫的宫牌提前三天送下来 进宫的日子都写得清清楚楚 接下来就是宫里的嬷嬷出来教规矩 张氏人早早地就起床张罗着收拾院子 又在后院建了内侍 收了宫牌之后 让人毕恭毕敬地 盛上了银子 内侍笑着恭贺 家里的小姐才十二岁 就能被赵进宫 还太好福气啊 张氏满脸笑容 却握紧了手帕 轻声地说 成年几眼 真是她的福气 人还没有进宫 却将她折腾成这个模样 又是内侍弯腰 又是陪笑 又是去老太爷那里劝说老太爷 还要将辛辛苦苦 给欢歌准备出来的院子 重新布置给婉宁 她忙得觉睡不好 吃也没有胃口 面无血色 就算是父亲做寿 她也没有辛苦成这个模样 她真是又恨又累 只盼着这几天早些过去 婉宁好像要将不再经历这四年 一股脑地还给她 让她尝到度日如年的滋味 张氏礼数周到的将内侍送出家门 内侍还不住地嘱咐 太太千万要记得入宫的时辰 切莫耽搁了 张氏回到屋子里 坐在椅子上 孙妈妈忙上前说 这么说 叫规矩的嬷嬷明天就要来了 张氏点点头 这可怎么得了 孙妈妈擦着汗 院子都还没收拾出来 老爷要将七小姐的衣服都准备好 奴婢让人去大老爷院子里拿 结果 七小姐说 没什么衣服 哪家的小姐 不是挤大香笼的衣服 尤其是住在那么大的屋子里 没有东西让人看着寒酸 那些嬷嬷要在家里住上两日 万一看出些什么 岂不是让太太脸上难看 又不能去买成衣铺现做好的衣服 张氏抬起眼睛看孙妈妈 晚宁没有衣服 孙妈妈含省 努婢去看了 真的没有 冬天的小偶和被子 只准备了两套 什么都没有 头妈妈说 七小姐不知道京城哪家的真相好 也不会选料子 还没让人去做呢 头妈妈那个老东西 见到她还直说 不着急 不着急 冷还早着呢 冷还早着呢 可是这边等不及啊 当时她就想象 头妈妈那含笑的脸上 打一巴掌 可现在还不是时候 她要陪着小心 让头妈妈帮着 一起服侍好那位七小姐